最後一個提醒叫做 重量百分濃度換墨濃度 墨濃度換重量百分濃度 感覺上很麻煩 實際上都一樣 公式背起來 該塞墨的地方塞墨 該塞直下的地方塞質量 沒有告訴我什麼樣子找到它 我就對了 這題會更麻煩 因為這題沒有體積 這題沒有體積 他自己假設一下 好了 他問我這麼18.25%的綠化清水容易 密度有這麼大 請問你他的墨濃度多少 那就由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我墨濃度 問自己墨濃度怎麼算 墨濃度怎麼算呢 就是要墨數屬於容易生數 那怎麼算墨呢 我們背過的方法叫做 質量屬於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我表示我需要知道分質量 我還需要知道質量 分質量算完 那我需要質量 我要的是 溶質的墨數 所以我需要的是溶質的質量 題目有一個百分濃度 以前在八年級的時候學過 有百分濃度怎麼求溶質質量 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樣就可以算出溶質質量 而題目裡面沒有溶液的質量 只有一個密度 那問題是有溶液密度 怎麼去求溶液質量 那又回到了更早之前學過的密度公式 叫做質量就是體積乘密度 溶液體積乘溶液密度 就是溶液質量 所以我就 但是又沒有體積啊 那就知道要假設 不知道自己假設 我要假設s公升 因為假設s公升是因為我的磨濃度需要公升 可是密貨單位是毫升 再變成1000X毫升 那就回到古時候的公式 先拿溶液體積去乘溶液密度 求溶液質量 算出來1200X 然後再從溶液質量去求溶質的質量 就是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就算溶質質量 算完之後 有質量之後要去求墨 有質量之後要去求墨 那質量怎麼求墨 要處理原子量或分子量 剛剛已經算過分子量了 然後呢算完就是6X 那就該有都有啦 有墨啦 有公升啦 就往裡面除就好了 答案就算出來 沒有答案 你這樣做 這叫做 給我百分濃度 請我換墨濃度 換墨濃度 你這樣做 很簡單 OK 好 下一題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跟剛才完全一樣 包括沒有給體積都一樣 好 包括沒有給體積都一樣 很多都是會給體積的 但是你沒有給體積自己假設 所以它跟前面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都完全一樣 我要求墨濃度 上面放墨 下面放深數 那你有幾深呢 你要假設 上面放墨 怎麼放墨呢 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那我要是容質質量怎麼算呢 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那問題是沒有容質量怎麼辦呢 體積乘以密度 算容力質量 所以我剛剛說 做法都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都一樣 OK 算好了嗎 現在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帥哥 隊伍二 帥哥叫做 二十二號 二十二 又要去求救了 蛤 你說啥 一百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單位 題目為什麼單位都不知道呢 請說 一百二十單位會不會太太超過 一百二嗎 應該太大了吧 來 剛剛跟你講過 莫濃就是莫除以生素 怎麼算莫質量除以分質量 是溶質質量 沒有溶質質量 然後分質量先算完 然後擺著 我要找溶質質量啊 怎麼找溶質質量 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 問題是沒有溶液質量啊 怎麼辦 體積乘以密度 沒有體積啊 那就知道假設囉 就把他假設 x公升 然後1000x毫升 然後就往裡面做 體積乘密度算溶液質量 然後呢再把溶液質量乘百分濃度算溶質質量 算完溶質量去除以原質量分質量 求木耳 求木耳 好了那有木耳 有體積 就可以帶出木耳濃度 所以答案1.2 好最後 這裡變成有木耳濃度 求百分濃度 百分濃度公式 分母是溶液質量 這裡怎麼求溶液質量 有溶液質量 有溶液體積 有溶液密度 請問你如何求溶液質量 分質要放溶質質量 可是你給我的是墨濃度 墨濃度能算的是墨數 你能算出溶液質的墨數 那請問你有溶液墨數 怎麼換成溶液質量 好怎麼換溶液質量 你的分母要放的是溶液質量 有體積有密度怎麼算 你的分子要放的是溶液質量 給墨濃度算的是墨 那請問你怎麼從墨去換成溶液質量 然後找到這個黃裡面塞 答案就出來了 我已經強烈的暗示你該怎麼做了 我已經強烈暗示你該怎麼做了 溶液質量要怎麼做 溶液質量要怎麼做 然後呢就往裡面帶到公式裡 答案就出來了 OK 我們找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叫做14號 有嗎 櫃板有14號嗎 14號 答案 答案咧 面對我一下都不知道嗎 後面的不要幫你嗎 他生病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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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你說八嗎 百分之八嗎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請坐 百分之十 請坐下 百分之四 融質質量除以容易質量乘百分之一百 我需要融質質量我需要容易質量 容易質量可以用體積跟密度去求 融質質量 融質質量要用末來求 就是 因為你知道末等於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質量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算出來 有末可以求質量 那怎麼算末啊 就是末濃度乘以容易深數算融質末 所以第一個要算到分質量 然後呢 開始 因為他那個末要用的是公升 所以要換成0.5公升 好 開始 第一個呢 就是求融液質量 融液體積乘以融液密度 第二個要求的是 先求出融質的末數 末濃度除以融液深數 然後兩末 再把兩末變成質量 要乘以分質量 然後就不要做80 該有都有就開始除就好 對 百分之10 所以就這樣做出來 這叫做 給我末濃度 換重量百分濃度 感覺很麻煩 其實都一樣 就是公式備好 該放末耳的放末耳 該放質量的放質量 題目沒有說 就想辦法去找 用你以前所學過的公式 找到你所需要的東西 往裡面塞就對了 這就是跟各位講的最後一種題型 重量百分濃度換末濃度 末濃度換重量百分濃度